他们两位在湾区非常著名的作家和文艺青年 能跟我们来有一个世纪大辩论 Just kidding 秀儿和养殖都是我们夏洋声乐网课中心的同学 他们热爱音乐也热爱文学 而且他们在中国古代文学上有非常高的造诣 今天的主题主要是漫谈《红楼梦》 大家好,我是周养芝 周养芝,理工出身,现居美国硅谷 曾供职日本和美国高科技公司 中文写作十多年,著友,人间事都富与流风 梦思故国,静听消 《私人遗远》 三本书以及电影剧本,小说,散门等 各位朋友好,我叫李东秀 李东秀 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 旧金山大学硕士 现于美国硅谷 从事人事,财经工作 作品散见国内外媒体和海外校友 创建诗歌公众号 纽约 我开始读《红楼梦》的时候 大概只有十一二十 我开始读《红楼梦》的年龄和养殖也差不多 也是十几岁 这跟《红楼梦》的主人公出场的时候 那个年龄段是非常相似的 从头到尾读《红楼梦》 我可能读了几十遍吧 加南的有三个特征 一度自私 擅长索取 不负责任 那极度自私 他是在一个富贵人家出生 用西方语言来说 这含着银汤勺出生的 那人家出生的时候 还不是含着银汤勺 是含着一块西式美玉 恋爱观来说 我觉得小宝鱼是被很温情包装下的 一个大渣男 这个我有一点点不同意 我觉得养殖是跟我这方面有不同的意见 你不能拿今天的眼光来看 为什么我说贾宝玉是暖男占多数呢 他脱不了他那个时代 最看重的地方 第一个呢 就是他尊重女性 就是说贾宝玉也好 曹雪芹也好 他们的眼睛里面 看得见女性的美 深层的美 不是光是外表 我说贾宝玉也好